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舍财不舍命就搬回老家去了 这房子呢就留下来了 好多人要买这房子 多亏你姐夫手快 你是说让我们 你看 让我给说漏了 本来你姐夫想亲自告诉你们 太太 吃饭吧 那咱们边吃边聊吧 对赶快吃饭吧 那吃完饭我要去日本人那儿呢 来来来 博弘 我今儿说好了 给他们俩压压惊嘛 你怎么还有事呢 志冯 能喝点酒吗 能喝一点 我就怕你心里边有阴影 不会的 谢谢 你也来一杯 好 好 谢谢 这是彩衣跟志冯结婚之后 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做些 好好的吃一顿饭 既然你们俩都结婚了 这彩衣呢也有了喜 那你们俩就踏踏实实过日子 志冯 这彩衣啊 我从小给惯坏了 脾气不好 人又倔 你比她大 那就 多包容她点 彩衣 你也得改改你那脾气 你看人志冯 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你呀 得给男人点面子 我没跟你面子吗 你们呀再好好看看 要是喜欢呢 这一两天就搬过来 需要什么东西呀 就跟陈妈说 陈妈呀厚道又能干 等将来彩衣生了 还能帮你们带孩子呢 谢谢大姐 要谢呀别谢我 谢彩衣 彩衣嫁给你啊 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告诉你 好好待她 千万不能在外边 着喝热草 放心 梅珍呢 快走吧 我还有会呢 行了姐 快走吧 好 那我走了 你 前志冯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遇着女人成了夫妻 假的也好 真的也罢 总要在一个屋檐下 孤难挂女 该如何相处 好 先生 晚上 您和太太想吃点什么 随便 先生 我不怕麻烦 就怕您和太太说随便 这什么都好弄 就是随便难弄 你看着办吧 通过秦生 前志冯似乎能感到韩才义内心的不安 他知道这个女人需要自己 他也知道自己大可一走了之 可良心 让他必须遵守自己的承诺 他必须留下来 直到韩才义的孩子平安降生 陈妈 这是这两个月的菜钱 以后你看着买就是了 用完了再跟我说 我再给你 够了够了 太太 就是不知道您和先生的口味 这饭菜不好准备 不用多 一两个清淡小菜就可以了 等我们到七点半还没回来 你就自己先吃 剩下的就倒掉 明白吗 明白明白 老赵 真是麻烦你啊 这没什么 都是自己的兄弟 不用那么客气 韩小姐 您看这行李都放哪儿 以后有事找我 南二楼去吧 快去 搬上去 慢点啊 阿盔 阿盔 客长 怎么了 你跟钱先生道歉 道歉 道什么歉 你刚才喊什么 韩小姐啊 韩小姐现在已经升格了 已经是前夫人了 好 在站里得叫韩客长 到了家里得喊前夫人 连这点规矩你都不懂啊 老赵 对不起 对不起啊老姐 没事 前太太 没关系 客长那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二位客长 再见啊 前太太 前太 好了我送送你们 没事没事 再见客长 你睡觉有声音吗 什么意思 磨牙放屁打呼噜 没有 应该没有 给你 这是什么 约法三章 第一分床而睡 不经允许 晚九点至少 早上八点 不许进入卧房 第二 不得偷窥 未经允许 不可触碰身体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接着念 第三 不得带陌生人回家 从外面拿回来的东西 必须要经过检查 检查 谁检查谁啊 当然是我检查你啊 凭什么啊 就凭你得听我的 笑话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 那我带一根牙签回来 你也要检查吗 对啊 尤其是你的衣服口袋 和公文包 我必须每天检查 钱志峰你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了 如果你出了问题 也会牵连到我的 那是不是你出了事 也牵连到我啊 你的包 我是不是每天也得检查 那不行 凭什么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上级 你是我的上级 凭什么 你必须得服从 我凭什么服从 钱志峰你除了凭什么三个字 你还会说别的吗 不会 凭什么 嘿嘿嘿 傻愣是干嘛呢 我们是不是得讨论一下睡觉的问题 还用讨论吗 得讨论 你看啊 这 这就一张床了 你想睡床上啊 不是 那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约法三章第一条 第一条 什么呀 晚九点到早八点 未经我的允许 不得进入卧房 不进卧房 那 我在哪睡啊 书房 书房 在书房睡 那要是让陈妈知道了呢 把门锁上啊 走走走走 快点 晚安 好 入阅 把门锁上 的 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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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有说你不打呼啊 我 我打呼噜 说点东西跟我回屋 啊 我现在跟你回屋 我再打呼噜 不是给你吵醒的吗 你那么大动静 陈爸就是个笼子 也能听出来 你是在书房睡的 看见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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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啊 啊 如果明天陈妈问起来 你就说跟我吵架了 气得到书房睡 然后我又心软了 求你回来了 啊 用泼我一连水的方法求的 少废话 要不 我明天 给你买一副二塞 干嘛 免得我打呼了 吵醒你 我看你倒应该买个眼罩 干嘛 省得你偷看我呀 哎 我 我在哪睡啊 你说呢 沙发 我 我 在哪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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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起来吃早饭 不吃 饭总是要吃的 我都说了不吃了 这刚几点啊 你这么早叫我起床干什么呀 一日之际再一晨 早睡早起 对你的健康有好处 你现在的做期时间有问题 必须要改 我用不着你管我 我给你写了一份儿孕妇生活虚致 你好好看看吧 好 他不吃咱们吃 坐 有 用人怎么可以上桌呢 让你做你就做啊 咱们家没那么多规矩 不了 让太太看见了不好 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 先生 您吃茶叶蛋吗 我去给你拿一个去 还有 你现在 跟韩采怡之间的关系怎么相处 你看 你是共产党 他是国民党军统 虽然现在国共合作了 但是 你们现在还不能成为一家人 又同在一个屋檐下面 天天柴米油盐这些事情 万一哪一个环节不小心 都会惹出麻烦来 你瞎溜的什么呢 看你好像有心事啊 该不会是因为侯明德几句话 你就生气了吧 你还真吃醋了呀 哎呀 钱志峰 还真看不出来你是那种 亲胸狭窄的小男人啊 你说话呀 钱志峰 我跟你说话呢 我告诉你 您可别让我生气啊 我现在是怀孕期间 你答应我了 要照顾好我的情绪 直到我安心把孩子生下来 狐狸群呢 先生 太太 您 您今儿不上班啊 谁说不上班 给我叫辆车 呦 那刚才先生怎么 从今往后 我不坐他的车 好吧 钱志峰 钱志峰 什么事儿 你过来 今天我姐给我打电话了 问咱们俩怎么回事儿 陈妈说的吧 还能有谁啊 找我就这事儿 你回来 我又跟我姐说 咱俩和好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咱们俩刚结婚就吵架 别人怎么看我啊 在我姐眼里 你虽然是个窝囊肺 但你是个好脾气啊 咱们俩吵架肯定错在我啊 看来啊 这次你姐真是冤枉的 可不就是嘛 都怪你 害我安了半天马 不过我姐说了 小夫妻吵架很正常 床头吵架床尾和 让我今天晚上无论如何 要留你在卧房睡 这是你姐夫说的 我姐说的 他如果不这么说呢 你爱睡哪儿睡哪儿 你睡陈妈房间我也不管啊 怎么说话 行了行了行了